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呢,第十二颗盛开的大发绘兰 这颗我一直都是很喜欢 我很喜欢它这个颜色 因为很少大发绘兰有纯翼色的 没有什么斑点的 往来它显色它很特别 而且它那个背影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有阳光可能看的不是那么好 如果是早晨呢,阳光还没出来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漂亮 浅黄色的,它黄中有点立白的很漂亮 我特别喜欢它的花包 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颗大发绘兰呢 它有味道 它这个味道呢,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它有那种中药的味道 因为有的大发绘兰呢 有那种青草的味道 香的味道 这颗呢,很特别 它的味道呢,有点中药的味道 好漂亮哦,我很喜欢这个 这是我唯一一颗纯颜色的 因为很多大发绘兰呢,花瓣都会有斑点 这一颗是没有的 很干净,很漂亮 这已经开一个礼拜了 我怕说,最近天气很热 所以呢,赶快先跟大家分享 大发绘兰呢,如果在冬天呢 三四个夜眉问题 就是说天气冷的时候呢,它会一展开得很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颗绿色呢,是春节的 它会变颜色,会变成慢慢的黄 你看,还很漂亮 那个是阴凉处 然后呢,我有另外一颗 这一颗呢,就不行了 这一颗,其实它是挺红的 到时候现在,在阳光下面 它就这样子的 最近天气很热 所以呢,它就会 颜色变得很 很淡一点 这一颗呢,也很久了 好几个月了 所以呢,你到 夏天的时候 大发绘兰要放在阴凉处 这个更久 这个是放在 没有阳光直接晒到的 已经 两个多月,三个月了 像我这一颗这么漂亮呢 我会给它放在 阴凉处,没有阳光直接晒到的 要不然它很容易就凋谢了 它有点像一兰花的感觉 超级漂亮 我很喜欢 很干净 不过呢,这个呢 它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长新苗耶 给大家看一下 它去年两秒,今天还一样是两秒 它回来的时候是我朋友给我一个苗 等于没有长 然后从这边长 七年是这个是开花 七年开的花 今年呢,等它开完花呢 给它加点土 然后呢,放点肥料 让它长好一点 希望明年呢,它可以多长一点 多开点花 好,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是我今年 第十二颗护花的大发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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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